我們在國外接種疫苗的部分 你如果是在 我們在國內的部分 只有在國內接種 會登載在我們的黃卡上面 就記錄的黃卡 這個只有你在國內接種疫苗的部分 會去做登陸 你在國外接種的 只要是符合WHO核發的EUL的部分 那回來 你跟衛生單位做通報 那我們就會在NICE系統上面去做登載 那黃卡上面所記載的 只有你在國內接種接種的部分 才會去做登載 國外回來的 如果你接種的疫苗 是列在世界溫組織所認可的 這六項的疫苗的話 那我們都會把它登陸到 我們的預防接種系統 但是沒有辦法再記錄到我們的黃卡上面 那如果說未來 如果說你先前 比如說在中國這邊 有接種了任何的 任何的一個兩種的疫苗其中之一的話 那你如果要出國旅行的話 你就要帶著在中國這邊 有打的疫苗的接種紀錄 那還有在台灣 可能也有接種的一個疫苗紀錄 那你這樣才有辦法去做 不然就是 因為你在這個黃卡上面 他沒有辦法確認說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 在國外有打過疫苗 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部分 在那邊 很難看 如果要進去 就算了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